来看这样的状况 车停在工友停车场却莫名遭到破坏 嫌犯竟然是两条狗 民众颇文 今天上午他在新北市五堵车站旁边的工友停车场 停好车之后发现两只黑狗 像是发狂一样对着白色车辆的右前轮搞破坏 当下有立刻告诉管理员 但这两只不是流浪狗 而且不是第一次只针对白色车辆攻击 管理员也只好报警处理了 而笑意表示狗虽然是色盲 但对于亮色系还是有不同的反应 怀疑这两只狗只对白车怀有恨意 是因为先前曾经发生过不愉快的事 轿车右前轮车体零件散落一地 靠近一看车轮边框整片脱落 但车子好好停在车格内却落得这下场原来凶手势 两只黑狗就是主谋 对着轿车轮胎不断狂吠 发狂似的乱咬狂抓 不只轮框几乎全毁 更狂咬轮胎泄愤 过程被其他停车民众全都露 而且放眼望去停车场内只有白色车子遭殃 之前发生的也是白色的车子 上次发生的是第三起了 所以现在我一定要透过 一定要找到试试 管理员透露白车遭殃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回预袭的白色轿车 28号就停在五堵车站旁的工友停车场 付了停车费却莫名招来苟肯 管理员一早上班被募集民众告知 但这两只有四组的狗狗已经不见踪击 随机报警处理 其实四组放任家中宠物 趴趴走已经触法 一栋保法最高可处一万五千元的罚还 如果是攻击性犬只 罚款最高可以到十五万元 这回因为车子遭破坏 四组还得再赔偿修车费用 受害车组至今还没有现身 警方要先联系无辜车主 并且帮忙找出狗狗四组 不让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 记者王正宁朝贤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